有名正处承接的全国学生 台湾原住民神话传说 海报竞赛成果展 目前来到基隆 透过大专学子的创意 让人看见不同族群的神话故事 获得金奖的这一幅少竹创作 设计中展现少竹的图团 又融入白露的脸 令人印象深刻 这一幅是我们这一次比赛的金奖的部分 那金奖部分呢 它主要这个主题是讲到 我们的就是乐坛少竹的部分 那少竹的话 它一直就是有一个 就是白露坛的时候 他们追逐一支鹿 然后一直到 他们找到日乐坛 最近就找到 所以这支鹿 得也是得为他们带来好运 海雅族在打猎 或者是说在出行的时候 他们会根据 比如说现场环境的一些鸟的叫声 或者说不一样的那个讯息 然后可以给他们 带给他们一种 那个预言或提示 这一次的一个主题是伤害传说 那这些的学生 透过他认识原住民的一个传说的过程当中 然后去做一些的创作 那呈现出来的作品真的是非常的多元 我们也看得出现在年轻人的一些想象 来自全台各地大专院校 近2000件作品中 脱颖而出的46件作品 目前在原住民会馆二楼展出 开幕当天 原住民族教育文化经济发展协会 特别带来一段精彩的舞蹈演出 中山区各校学子 用舞蹈述说泰雅族的故事 展出的每幅作品都有一段传说 样式图案也都引人入胜 我喜欢这幅画 因为这幅画很特别 而且又很奇特 跟其他的图画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这幅画让我感觉很快乐 那我们展出的时间是从7月12号今天开始 然后到这个10月13号为止 那总共有这个三个月的时间 那刚好也适逢暑假期间 那所以我们很希望我们所有的市民朋友 还有我们年轻的学子们 那希望可以多多来了解我们原住民的文化 欢迎市民朋友到原住民会馆 来欣赏各大专院校学子的创作 一起悠悠于原住民的神话传说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